師傅 上一集我們去幫人家更換馬桶對不對 對 沒錯 師傅我有個問題 平常我們在居家 馬桶這塊的問題 我們比較嘗試更換呢 還是去做維修啊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有很高的比例是在做更換 水箱零件 騙到你們 那馬桶維修是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要去做維修這個動作 你是不是多多傻傻 我相信 我相信有些朋友 大概都有聽過一個狀況 突然自然水公司寄的那張單子來的時候 你家在漏水 你是不是就曾經遇過有一個客人 他的房子是要租給人家 那他只是去帶看的時候 可能中間有試著沖水一下 他沖完之後離開 他就中間都還沒有租出去 可是等到他下去收他那張水單來的時候 已經六千多了 對 六千多不誇張 那為什麼呢 水費可以到六千多 對對對 其實可以開游泳池的啦 對啊 你每天泡澡可能都還 都還不用那麼高的價錢 對不對 每天SPA也沒那麼高 他那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裡面的水箱零件作動故障 導致他沒有閉合水 就這樣瘋狂的流 你看這個零件沒換 都可以換馬桶了 哈哈哈哈 這個錢省下都不要換 那師傅 在更換之前 我來問一下你一些有關馬桶的一些問題 好 沒問題你說 飯桶是裝什麼 飯桶當然裝飯啊 那油桶呢 油桶就裝油啊 那馬桶呢 裝馬嗎 不可能吧 對 裝屎 那就是裝屎 不裝屎 裝屎 裝尿 不然就裝什麼 裝米 哈哈 阿師傅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demo 實作 怎麼更換馬桶零件 阿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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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馬桶就是我們今天要更換的目標 對不對 好啦那但是呢 因為馬桶的總類有88塊 會挑幾款比較常見的這個馬桶 那其中大家會常常看到這種 這就是當初早期有沒有 劉德華那個 每個馬桶都是英雄 好啦 喔喔喔喔喔 他是這樣笑的嗎 這就是我們這個 單體 滴水箱馬桶 顧名思義這個水箱原本正常來講都這麼高對不對 對 現在特別低 甚至有的是跟他是平的 可是今天這個牌子非常猛 TOTO 哇很屌 喔 這是高級貨 這個 高級貨 馬賽克 對 請TOTO聯絡我們 那待會呢我們就跟著我們的腳步呢 我們一起來看 他如果來更換這些水箱的零件 首先 當然我們要先認識一下 一個馬桶裡面 有水對不對 水從哪裡來 一定就是水酸 來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水酸 然後水從牆壁裡面出來以後 透過軟管 跑到水箱裡面 再從他內部的一些機構的構造 然後再跑到 從這個地方沖水跑出來 所以當你發現 居家如果說馬桶一直漏水漏不停 不管漏裡面 還是從外面漏出來 一直漏 沒有人用也在漏 趕快把你的水酸關閉 先關掉 先止水 先止水 然後打電話 好 叫師傅 然後要安靜 好 對 因為 淨如止水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關閉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我們把水箱打開 然後就把蓋子放在旁邊 不要踩到的地方 好我們現在就把水排掉 好接下來我們來把軟管卸除 把這個地方轉不到 哎呦哇超鬆的天啊 用手撥都撥開了 好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把水箱裡面的零件來做移除 好這邊就是它的汁水皮 這個先拿起來 先把它放鬆 好啊接下來我們就把這支浸水器 水從底下塗上來 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把它拆掉 好這個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一整組 就可以拿動 這個地方是一個橡皮 橡皮 我們就可以這個時候把它做 把它破壞掉 把它翻開 這一組這樣就起來了 好 我好現在 對啊就是 一步一步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一步一步的都把它拆掉 好 那我們現在喔 準備要拆這個排水器對不對 然後它這個底下有個螺絲喔 現在它現在長很多的東西在底上 就是夠啊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刮掉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一字的螺絲把的痕跡有沒有看到 這裡 但是你可以看喔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操作 這邊 這邊把手不是很順利有沒有 好那我們現在就 變換一下 先把這支拆掉 好 這時候來看喔 一字對準它對不對 跟我們有點像更換BLAGA的一樣 這要抵緊 好這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旋轉的時候 它底下那個毛筆也會跟著旋轉 所以通常這時候我們會 拿十字螺絲把 或是你拿任何一支 像底下就跟大家示範這一支 一支 先頂在底下 避免它跟著對轉 好 有沒有 好這個毛筆很明顯已經掉下去了 就在這邊 這真的好髒喔 是不是一顆傳矛 待會我們拿新的東西給大家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地方也有一顆狗帽 你把它退下來 這個才可以把它卸下來 那待會我們再要安裝這些零件的情況 補充一個小小的概念 因為這些底下這些孔位 我們必須要透過這些零件 把它鎖在我們的馬桶上面 那紙肉的媒介是什麼 是橡皮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先觀察一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剛剛的叫做進水口的地方對不對 好待會你要裝的時候這個附近也要保濕乾淨 好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些嘴口都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們來安裝這個進水器 這個時候也是一樣轉進去要入牙 手轉轉不動了對不對 轉不動了 騙吉稍微抓一下 抓這個中間的勾槽 咬住對不對 稍微再加一點點 好那就好 好這次就是我們的補水器 好這個地方會有個螺孔 對對對 阿這隻桿子就這樣 伸進去 好一次一樣 手轉不會動的時候 騙吉加壓一下 動浮球式的這個補水零件 不適合補水補太快 軟管 塞進來 然後這是進水器的水 就是從這個地方透過軟管上進來 補的時候它會有一部分分流 透過這一個軟管跑下來 所以這個法就是來決定說 你要讓多少的水分流出來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安裝這次一樣 就把它退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把它放下去 好把它放下去 也是一樣放好 記得剛剛要把它水口清乾淨 好這時候另外一隻手 拿好我們的這個螺帽 拿好我們的螺帽 好伸到底下 墊片也要墊 好當你覺得 有感覺到右手這個地方 漸漸變緊了之後 好這時候我們要把 左手也是一樣 持續再繼續鎖 右手還是要在上面顧著 你要看它這個地方 不要讓它歪一邊 不要歪成這樣子 要把它轉過來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很靠前 讓這個摩擦 摩擦得很緊 就是讓它保持這個浮球是 很輕鬆上下 好這樣鎖緊 鎖緊 剛剛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彈簧 對不對 對 它是因為這邊有個洞洞 有沒有看到嗎 這邊有個洞洞 有 有個洞洞 有個洞洞 它這個分流的水 就是透過這個洞 來到這個洞洞裡面去 哦 但是因為你要彎過的時候 它怕避免說 它這個管子會折到 對 好那我們就淘一個彈簧出去 好接下來這就是我們的這個排水器 譬如說師傅的手模擬是這個陶瓷 所以當我們這樣勾住的時候 所以螺絲從上面鎖 這個錨釘就會往上 破緊 然後再透過這個止水瓶 當我們鎖緊的時候 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你手把往上拉一按 它就抬起來 這個水就下去了 好它基本的動作的原理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先裝這個排水器 好這個排水器哦 要塞進去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它通常都是斜斜的 先斜斜的 讓你的錨釘呢 這個勾著你的船錨呢 可以先下去一邊 你看這個到時候我們要往上拉的時候 它就不容易的 不容易彈出來 但是這個地方要有一個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如果假設這隻 待會是我們的那個沖水的這隻桿 喝咧 你就要注意說 你現在這隻排水器 你不要把它撞到這邊來啊 你這樣等一下不就打到它了嗎 對 所以你就要閃開它 好記得要閃開它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就來固定 我們的這個排水器 以失誤的狀態 這個狀態下 我抓三隻手指頭 是不是這樣握完 馬上轉 這樣就緊了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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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是一定要看 這個牌子剛好它有前後兩個孔 可以讓你運用 那我們就找一個適合的孔 放進去以後 放在前面對不對 靠進去 好把它靠進去 把它投在這邊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拆開 這邊還稍微提價 這邊是有一個橡皮 橡皮放外面 墊片跟羅帽放裡面 攪進來 然後羅帽上 這時候我們就來選定一個 舒適的鏈條距離 這樣目前這樣看 哇 不夠長 很明顯的不夠長 那麼就要撥鬆 好 如果以鏈條的距離來講 在兩邊都是放鬆的情況底下 幾乎已經是最後一格了 好那我們就依照這個長度 我們現在先調整 扣完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標準動作 就是當我們的這一個 打手在放鬆我還沒有按的時候 你看這條鏈條是 是有一點點微微鬆的狀態 微鬆 但是要緊的時候 它就只有一點點Asobi 一點點 這樣就是對的 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用這個新的 把更新 這個是標準長度30公分 30公分 不知道的人是不是也30公分 好因為它是新的巷子 新的巷子 所以你在鎖的時候 就是有緊就好 好這時候來放水 噢聲音來了 有沒有看到 它是從底下噴水的有沒有 對 從底下噴水的 好那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這水箱的水已經補滿了 有沒有 好那剛好我們這個 水箱的水位 剛好就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標記有沒有 這邊有個線 這剛好它是水箱的這個線 大家在看你個人啦 就是說你想說你每次沖水 沖不太乾淨 你想要說把水位往上調 調高一點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要調哪裡 調這裡 當我們把它撥鬆的時候 逆時針撥鬆的時候 這個水 浮球就會往上停 好你現在撥鬆喔 注意看喔 喔又在補了 有聲音 有沒有 就開始噴嚓叫 對 開始補水 然後等一下就往上 有沒有看 現在已經超過那個W跟L 那個字了 已經蓋過去了 或者是說你現在已經 直接看到 欸我想要這個位置到了 趕緊鎖一下 欸沒聲音 這代表它補水停止了 這時候我們就來先沖水 好 開始沖水 喔 夠 就蓋起來了 對 好 那就完成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都換完 也沖過一次水了 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來回歸一下 剛剛影片一剛開始說 那個水費6000多塊是如何造成 就是這一塊黃色的這一塊 酵母 紫水酵母 通常我們來看說 它有沒有漏水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靠近它 然後注意聽耳朵聽 因為如果你有漏水的時候 它是不是在無限補水 在水很小的時候 會有水牽液會撕撕叫 你可以聽到撕撕叫的聲音 恭喜你 你家在漏水 那其次 我們也會看一下這個馬桶的內部 看看這個周遭 還會不會有任何的水痕 留下來 如果說你這個馬桶的補水 你補滿五分鐘以後 你回來看它還在流 就是在漏水 我們的進水器 不是跟這個馬桶座有銜接對不對 對 好 這個銜接的地方是一個觀察重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點就是這個地方 軟管跟它銜接的地方 有沒有漏水 第三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軟管跟水痠的地方 有沒有漏水 好 這都是我們檢查的重點 這樣就完成了 那今天就是以上宅水店的內容 如何去看你家的馬桶 有沒有漏水 對 然後還有更換零件 沒錯 所以你回家就跟剛剛兩次不一樣 馬上趴在馬桶旁邊 跪在那裡 對 跪在那裡 跪著賺 先謝謝他 先跪一個小時 兩位有趣嗎 那未來我們也還是會持續介紹 其他不一樣的馬桶的零件來做更換 大家也敬請期待 好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讓你的好朋友們知道 記得 每週五晚上六點半 盡情整理收看 YouTube 宅水店 好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 我們下集再見囉